最新的娱乐资讯,最全的娱乐分析,最棒的娱乐看点,大家好,欢迎来到鱼与鱼 现在提起杨幂,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她那些自黑神剧 杨幂曾在一次颁奖台上说,我是全世界最不缺黑历史的女明星 能想到的人设全是崩塌的,我已经崩无可崩了 作为85后小花领军人物,十年长红的顶流,在内地娱乐圈85后小花里似乎就她一个了 在娱乐圈摸爬滚打三十载一直争议不断,堪称鱼圈最坚挺的女明星 从流量到身家,更是女明星中的独一份 杨幂今日的成就和她的性格也有很大的关系 在一档节目里,主持人问杨幂,以前发生的事情你会回看吗? 她说,回看是一个极其没有意义且浪费时间的事情 以前发生的事情,昨天发生的事情,再好再坏也跟我没关系 那是昨天的事情了,让人不得不佩服她内心的强大 扑面而来的流言蜚语,根本不会给她造成困扰 1986年的秋天,在北京市的妇产医院里 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杨幂出生了 父亲杨小玲是民警,母亲杨春林是一位教师 因为一家三口都姓杨,也就是杨的三次方 所以父母给她起名杨幂,在杨幂小时候,她爸妈也是按照普通孩子来培养她 想让她学个钢琴,画画之类的 奈何杨幂是个坐不住的假小子性格 在老北京的胡同里,上树爬墙掏鸟窝,易如反掌 想让她静下心来学习画画钢琴,那真是难上加难 为此,杨幂的父母非常伤脑筋 杨幂四岁的时候,儿童电影制片场要开一个儿童影视表演培训班 她父母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便给她报名参加了 没想到年龄不符的杨幂却因为机灵可爱,被破格路取了 随后不少剧组来挑选小演员时,也都对她格外喜爱 于是杨幂便先后参演了《唐明皇》、侯娃、武状元苏起儿等影视作品 一向坐不住的杨幂,在面对镜头时却格外敬业 这获得了不少工作人员的喜欢 杨幂就这样成为了一个小童星,开启了她的演艺生涯 随着童星光环的淡雀,而杨幂的脸型也越来越像父亲的国字脸 她就慢慢淡出了影视圈 15岁正在上初中的杨幂也为自己将来的明星录着急 于是她大胆地把自己的照片寄给时尚杂志社 有幸成为了一个平面模特 17岁时读高一的杨幂拿到了她人生中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剧本 《粉红世家》 杨幂也由此正式拉开了个人演艺生涯的序幕 杨幂边拍戏边学习,事业学习两不悟 虽然她就读的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高中 和艺术院校没有半点关系 但她却以专业课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电影学院 天赋有时候抵得上99%的努力 2005年杨幂遇到了她的第一个绯闻男友胡歌 这一年杨幂与胡歌主演聊斋这一只聂小倩两人相识 胡歌比杨幂大四岁 在剧组胡歌对她照顾有加 随后两人再次出演《仙剑》中的情侣关系更加亲密 两人当时都很年轻 私下里互动频频,着实让人着迷 还没等两人官宣恋情 就传来了分手的消息 杨幂多年后提起这段感情时说 当时太年轻,很多事情考虑不周 只能遗憾而别 2011年是杨幂人生转折的一年 不论爱情还是事业 这一年一步攻锁心欲让杨幂爆红 主题曲《爱的供养》更是传遍大江南北 不会哼两句都不能说你是年轻人 而男女主角冯绍峰和杨幂在剧中爱得死去活来 在现实生活,两人的恋情也被传得有鼻子有眼 两人经常亲密高调地牵手出席各大活动 眉来眼去 一时间蜂蜜恋传得沸沸扬扬 但两人都没有承认 最后便不了了之 此时名气跟着黑料一块积累 几乎到了全民倒秘的程度 当时的杨幂已经在搜索框里黑成了传奇热门 后来他摸索出一条高效黑转粉大法,就是自黑 真是走黑子的路让黑子无路可走 我自己把自己黑得体无完肤 看你还能奈我何 杨幂在自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宫二开播,主角却换成了袁珊珊 杨幂只是在里面客串了一下 外界一度传闻,杨幂和于正闹翻 另外曾经袁珊珊被传将出演小时代时 于正说珊珊不是什么烂剧都接的 这句话直接得罪了郭敬明 顺便骂了杨幂,内涵他什么烂戏都接 一方面于正总喜欢给自己贴金 说自己捧红了杨幂 这让已经成立佳行做老板的杨幂反而掉价 两人自公后再无交流 有人骂杨幂白眼狼 转身就和捧红自己的导演闹掰 但杨幂面对网络暴力始终闭口不言 他一直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2011年杨幂在与刘凯威合作如意时 两人假戏真做 原本属于戏内的爱情竟然变成了现实 谈到了戏外 两人之前在一次饭局上认识 之后并没有太多焦急 但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两人就这样官宣了情侣关系 杨幂正处于爆红之际 刘凯威事业却一直不温不火 这段女强男弱的恋爱 一开始很多人就不看好 2014年 两人在巴厘岛举行了婚礼 童年生下女儿小糯米 刘凯威此时已经40岁 却还没在娱乐圈折腾出什么名堂 刘凯威追求的更多的是稳定 杨幂的重心依旧在工作上 杨幂28岁 正是事业的上升期 此时结婚生子离开屏幕 对一个女演员来说有多么的不利 铁打的娱乐圈流水的演员 大家都等着看她笑话 但婚后的杨幂并没有停下事业的脚步 哪怕怀孕 依旧拖着重重的身子和邓超派了分手大师 有人觉得她从来没有离开过屏幕 随后她与经纪人成立了加行传媒 为了筹集投资 与上市营业展开对赌协议 如果三年内加行传媒净营业利润达到3.1亿 就能够拿到上市营业3亿的投资额 如果没有完成这个目标 加行传媒要赔偿上市营业3亿 还有15%的利息 至此杨幂开始了图版式的营业模式 她马不停蹄地接戏演戏 三年拍了13部戏 还搞起来综艺 杨幂成了圈内有名的拼命铁娘子 刘凯薇也忙着拍戏 两人时长几个月见不到一次面 有许多媒体就这件事 隔三差五地在社交媒体上说 小糯米只见爷爷奶奶爸爸带 从不见妈妈杨幂 哪怕带着孩子出去玩 也会被人说做戏摆拍 杨幂就像个局外人似的 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从不发言争辩 有真戏就会有假戏 话题和流量是万万不能少的 在拍亲密的翻译官时 杨幂和黄轩两人在戏里 有不少亲密动作 又是搂又是棒 在片场休息时 杨幂还把手放到黄轩的羽绒服里取暖 这一系列的暧昧行为传出了不少绯闻 后来李一峰和杨幂合作困然心动 两人的绯闻传得更是汹涌 杨幂没结婚之前 就和李一峰合作过古剑奇谈 现在两人又在一起合作 CP炒得更是火热 但毕竟杨幂已婚 李一峰正处于事业上升期 是不是公司为了热度而炒作 也无人得知 两家粉丝为此也开思 到了对赌的第三年 嘉行传媒已经完成了2亿多的收入 但距离3.1亿还差很多 最后一年 嘉行旗下艺人工作都拉满了 因为杨幂知道 如果完不成这个对赌协议 等待自己的只有身败名列 谁都没想到 一部三生三世十一粒桃花 横空出世 那一年杨幂之后再无白浅的话题 一度刷到了8000万的热度 让原本烧烈士的局面 一下子扭转了局面 使嘉行传媒三年的收入 一下子达到4.02亿 超额完成对赌协议 这让杨幂一下子翻身 身价蹭蹭往上涨 这些收入绝对少不了杨幂的拼命工作 话也说回来了 杨幂这么拼的代价 却是口碑的稀碎 要数量质量就得下降 为了多拍戏 杨幂也顾不上电影的质量 态度成了来者不拒 一度被打上烂片之王的称号 2017年对赌协议取胜 2018年杨幂就离婚了 杨幂结婚后 事业和家庭之间 她更看重事业 事业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比一个男人更靠得住 生完孩子之后 她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拍戏 拍戏不断 绯闻就会不断 这对刘凯威产生了影响 2016年初 杨幂和刘凯威就被传婚变 双方均失口否认 但刘凯威拒谈杨幂 还把婚戒摘下来了 当时有媒体爆料 两人已分居很久 这些现象都说明 两人的感情已出现裂痕 几乎形同陌路 正赶上刘凯威的生日 记者问杨幂 怎么没有回去给老公过生日 杨幂说 刘凯威工作太忙 没有时间过 以后再补上 然而讽刺的是 刘凯威当晚就发了自己过生日的图片 啪啪打恋杨幂 这对于两人婚变更是实锤 同年11月 刘凯威和王欧发生夜光门看剧本事件 刘凯威深夜到王欧房间待了4个小时 随后两天 刘凯威都在王欧的房间逗留超过3个小时 刘凯威发文说 两人只是在讨论剧本 但这并不能让广大网友幸福 毕竟两人房间的灯都没有开 于是网友纷纷调侃 是在看夜光剧本 记者追问杨幂如何看待自己丈夫 与其他女子优惠 杨幂说自己相信刘凯威 但过后细品 杨幂在公众面前 越是维护刘凯威 那大家就越觉得刘凯威是个渣男 后来网上对刘凯威也是骂声一片 王欧也因为这件事败坏了路人员 即使这件事过去了那么久 依然没有定论 王欧成为了揭秘杨幂刘凯威婚姻的工具人 其实这段婚姻里 杨幂是一个以事业为主的女强人 而刘凯威要的是一个顾家的贤妻 最终的结局早就注定了 2018年 杨幂刘凯威的婚姻走向尽头 没有撕扯 没有谩骂 和平分手 消息一出 全网的风评都倒向杨幂 热评里清一色的都是对她的心疼和祝福 杨幂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该付出就付出 该放弃就放弃 人生不需要拧巴 不需要别人的担心和不平 自此之后 杨幂热搜体质凸显 黄子涛和杨幂参加真正男子汉时 杨幂在大家都训练时 不小心咳嗽了一声 遭到教官的训斥 黄子涛立马替她解围道 报告能提下裤子吗 立马把身边的小伙伴逗笑了 因为他们线下的联系很多 所以大家将两人组成CP 她和邓伦合作密室大逃脱时 杨幂经常盯着邓伦看 邓伦更是亲切地称呼杨幂为密 这么亲切地称你 期间又互动频频 不免让人浮想联翩 结果CP绯闻又是闹得沸沸扬扬 而在这之前 杨幂跟魏大勋 黄晓明 于浩明 马天宇 谢霆锋等男明星合作拍戏时 都传出过绯闻 杨幂自出道以来 绯闻争议不断 话题热度不缺 如今无论外界如何风起云涌 杨幂依旧稳坐在 一线女星的顶端 带着她的公司和艺人 走向更宽广的大道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 就快要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您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看